当年的这一幕曾让外界认为 郭台铭会与柯文哲搭档参选2020 但最后没有实现 三年多之后 郭台铭与柯文哲难道会卷土重来吗 他的社会声望 其实我相信也非常多的不同的社会期待 每一个政党都有他的一个主体性 那我想台湾民众党非常明确 我们都是支持柯文哲主席 台湾民众党的合作态度还不明确 因为之前的合作经验 也成为今后是否会携手的参考 2019年柯文哲虽然力挺郭台铭参选 但不愿屈居副手 而找不到搭档的郭台铭 登记前一天才通知不选 让柯文哲措手不及 双方后来改在民代战场上结盟 然而郭台铭被质疑 重视亲民党 轻视台湾民众党 导致科郭阵营屡屡抢 现在的大局应该会是 国民党先整合出一组候选人 然后本党在跟非绿阵营的 所有有机会挑战大卫的人 再来进行磋商 如今郭台铭能否再度回锅 中国国民党还是未知数 但民进党已经率先喊出 郭柯配最可怕 蓝宁要小心了 蓝和白锅和的机会不大 倒是郭台铭若和柯文哲合作 将是民进党最强的劲敌 不管是郭柯配柯郭配 那对于民进党的冲击跟影响 我反而认为 这对于蓝营的选票本身 产生的一些稀释 可能冲击会更大一点 毕竟郭台铭或柯文哲 他们在政党的理念路线 都是比较倾向蓝营的 绿营称 郭柯和对绿营很有利 不过想要蓝营出现这最坏的局面 先决条件是 柯文哲跟郭台铭 得先打开心结 化解彼此的不信任 再继续